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多少年的追尋 多少次的口 髮髒 香愁是一碗樹 香愁是一杯酒 香愁是一朵雨 香愁是一生起 你眼神歪迹又无尽 日久他想进故乡 留着你可记得 徒你的方向 法国你可知道 儿女的心肠 一碗水一杯酒 一朵雨一生情 一朵雨一生 农历六月初六 四川九寨沟下寨村的殷氏族人 开始忙碌起来 这一天 他们要举行晾晒家谱的仪式 上午九点 族人穿戴整齐 来到殷氏大院 殷氏家族的历史和荣耀 都被正中的记载在族谱中 至今把族完好 公请族谱的仪式肃静而神圣 遵循着传统 开香情谱 要由家族中备份最高的长者执行 明代天启年间 殷氏先祖为平叛战乱 调任于此 他们携带家眷 在这里建村立庄 繁衍生息 三百多年来 族人延续着情谱败族的传统 特守着家规祖训 族人老子 以小为羡 以火为鬼 以腾为奔 以勤为勇 正老给勇 扎由奉民 团结福祉 家庭活络 多兴三十 各时莫为 以腾为奔 以勤为勇 古朴幽静的夏寨村 位于四川九寨沟县东南方 与县城隔阂相望 仅有不到两公里的路程 村庄坐落的山间沟谷地带 从地势上分成了上中下三个寨子 位于沟谷下游 临近河道的村庄 得名夏寨 夏寨村里居住着四百余户 一千多人 有樱与马月十多个姓氏 在祖谱中既有清代康熙年间 樱氏先祖樱元福 学士渊博 官至汉林学士 回官期间 他常常不惜以自家钱财 为民办事 俯为济困 他的一生真实情义 注重修养 得到了一方百姓的赞誉 蔬菜重义的德行 也因此流传后事 传统 这么个学位的是 跟我们赢家赠老公了 全市人情活三天 到后到他就终于来到九年 都要征集临盆 必须了蔬菜终于 正因为我们继承了 煮上的这个蔬菜终于 加出的发达性化 先祖的荣耀 带动了殷氏家族日益兴盛 到了清代光绪年间 形成下债良田数百亩 家家户户有金银的复数景象 当时下债村人殷文达 他通过科举入选国子建 成为太学生 依尽还乡之际 倾尽自己的钱财 在村里开设私塾 新办易学 周边不少家境贫寒的子女 都能来这里免费读书 他的异形和品德 再次成为了家族的荣耀 当地的官身特意制作了 品重上祥的牌匾 赠予殷家 品重上祥说的是品德高尚的人家 建立起了优秀的乡村学校 以此来褒奖殷氏族人 兴办教育有功 至今 这块牌匾 依然挂在殷氏大院的政厅上方 从那时起 殷氏族人便把书才重义 作为家规祖训写进族谱 通过这个牌匾 可以看到殷氏家族 他在教育上受到别人的尊重 对他们族人来说 是一种精神的依托和象征 也是他们对先祖的一种怀念 所以说殷氏家族 虽然经历了颠沛流离 几千里的路程 没带什么东西过来 但是他们一辈一辈所传的这种 家规祖训 中国传统文化的好的东西 在他们的迁徙当中 他们把它保留了下来 而且也在遵守在实践 每天人们从匾额前经过 蔬菜重义的传统 影响着夏寨村里的每一个人 钱财只是身外职务 重情重义才是做人的道德基础 在历史传承中 族人始终铭记着先祖训诫 不论外出经商还是在家务农 他们都把秦义放在了金钱的前面 维护着祖先的荣耀 清晨 五十岁的殷冬青和伙计们 就在酿酒房里麻活起来 这个酒叫王子洪 判成我的第四代人了 这个酒都改了第三次了 连老酒的传承公寓去做的 煮粮 蒸粮 上香 香香过后就发酵 半个月以后再用蒸粮 才能成悖酒 依循着古老的做法 几百年间的传承手艺 让粮食的精华一点点渗出 流淌出醉人的香醇 从二十五岁开始酿酒 殷冬青就铭记着祖辈流传的教诲 酿酒如做人 人正则酒醇 人酌则酒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殷冬青的酿酒房小有名气 有不少人找它合伙建酒厂 去吃了考察了 我都想搞了 回来就得年龄 长背了 挺齐齐了 盆人去不中走 当这个鱼米那么多 你走了这个鱼米又给水埋了 你没法美 一边是财富的诱惑 一边是乡林的挽留 面对两难的选择 殷冬青想起三十多年前 父母离世后 乡林们也曾出手相助 给他们一家送来钱款 才度过难关的往事 殷冬青明白 乡林之间的情谊 远比金钱更为重要 他放弃了外出开办酒厂的机会 留在了村里 那个人扎个你不知情扎得行 你不知情就不交个人 对不对 就好好在自己的家乡发展 该夫妇 该跟他们设施的哈斯地设施 在夏寨村 书才重义的传统 让村民之间能够坦诚相待 互帮互撑 即使一时遭遇到不幸 也能够在周围乡林的帮助下 度过难关 有一年 村里遭受的旱灾 两天颗粒无收 按照传统 村里的长辈们商议着出资捐款 殷冬青决定 把酒窖里的存酒全都卖光 换钱来救灾 我就给他们颠 最大的车是拿石榴灯 我要拿个四车花费 全部给老百姓舍了 那一年 为了筹起钱款 殷冬青几乎把所有的家当 都变卖了出去 成为了捐款捐物最多的人 你菜多是货 在去菜 菜要散 散的话拿来四车 用于这个改用的地方 再给相亲们付出的就付出 你虽然把菜散了 但是富来了 忍吃来了 你都忍吃来了 一样采酒来了 每个月初九的日子 殷冬青都要为前来帮忙的村民 摆上两桌丰盛的酒席 举杯之间 浓郁的望子红飘散开来 香情 亲情 融化在香醇的酒水中 家族传承了一份真诚和情意 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安然平和 有滋有二 我们一个人应该要有理想 要有境界 愿意去帮助别人 那么这个社会它才是健康的 所以人也讲君子予以义 小人予以利 我觉得我们到今天同样是这样的 要主持正义 要有公义 哪地方有地震了 我们有很多人会自动地到那里去 做志愿者 捐款 这都是义啊 这都是众义 蔬菜 虽然要花掉我的钱 但是我这是义 中国人崇尚义 千百年来 正是延续着蔬菜众义的传统 让夏寨村质朴的民风 得以异脉相承 邻里之间和睦相处 长幼之间牵合礼让 在夏寨村的交通药道上 有一座明清时期的建筑 慈善堂 过去瘟疫盛行时 夏寨村人在慈善堂安置大锅 熬煮药汤 治病救人 出了不少医德高尚的医生 行医行善之风 也在村里成为传统 延续至今 良医处事不今明不济力 这是殷德卿从小受到的教育 行医的人不以利益为最终目的 而是以治病救人为法则 在财富和利益面前 生命的尊严高于一切 我们殷家有一个祖雄 就是当山人 就是行公行山 起义当中都是为了赚钱 就是尽量煮好事 就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了 作为一名医生 三十多年来 殷德卿每个周末都坚持疫症 从未休息过 每到周末 殷德卿就会准备好自己的药箱 这个药箱已经用了三十多年 跟着他走过很多偏远的地方 平常就有家乡的时候 带些一般的常见药 比如是头痛 发烧 腹痛 腹吸 这方面的 这个用的比较多 坐车走路的话 要两个多小时吧 三十多年前 殷德卿从医科大学毕业 被分配到县医院工作 那时候 他一个月的工资有三十八元钱 他拿出一半的工资购买药品 到偏远的乡村去疫症 边缘的地方 正是处于所有的地方 而且里的人们呢 特别是渴望有一个好的医生 能到他们那儿去 当时我就想 如果是一个医生呢 我一定要给这些人好好复复复复复 每次外出疫症 殷德卿都是自己垫付医药费 对病人分文不收 由于很多乡村地处偏远的大山 他经常徒步前往 山路并不好走 有时可能会面临危险 有时候要上山呢 就很高的山 山上那个路就相当危险 下面就是悬光大夜那种 就没看都不敢看 只有爬过去 害怕我不敢往下看 不敢看地下只能看 就全头往上看 危险的还是遇到过 有一次就爬一个悬崖的时候 就差点掉下去了 道路的艰险 并没有阻碍他的脚步 有一次 殷德卿在下竿座村 遇到一个患肺结核的孩子 已经生命垂危 也就是贫力死亡 心跳加快 腹肌急促 面色都长北 当时想着我胃中的很 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 当时 殷德行用身边仅有的药品抢救他 但是 在治疗过程中 孩子的咽喉处不断又唾液积蓄 如果不及时排出 孩子随时可能窒息死亡 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就只有拿个尿管来 马上插到他嘴巴痛过去 自己嘴上吸出他 吸出来他马上腹肌就上来了 只有这样子住了 为了抢救一个病人 你必须这样住 当时也不怕脏了 你怕脏的话就莫名了 最终 生命垂尾的孩子平安脱险了 殷德行在挽救了孩子的生命后 仍分文畏惧 如今 殷德行的工资每个月有两千多元 他把大部分钱用来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 还在村里开办了免费的医学所 叫更多的人学习医学知识 他的这份一举不仅救治过许多人的生命 也赢得了人们对他发自内心的尊敬 很有感动的是 到他来载子上去他都要跟你打招呼啊 喊你吃饭啊 每家都在去 这个到我那儿去吃 那个到我那儿去吃 所以这时候就自己感觉到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那种高兴的感觉 所以觉得这个医生还是受人正经嘛 所以就更进一步地鼓励自己来 把这个医生当好 算了 不吃了 不吃了 吃一口里嘛 不吃了 没 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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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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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边敲 来边敲 好 回去吧 再见 因是先祖流传下来 书才重义的传统 就这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寨村 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他们通过自己的品行 让这份传统在周边乡村也延续开来 杨德青是被救孩子的父亲 多年后 经济条件有所好转的杨德青 在下干座村建起了第一个乡村诊所 在他的鼓励下 家中最小的孩子 也在2012年考去了医科大学 现在成为了一名专业的医生 从这件事过后 他们让我也学医嘛 我也受了这些影响 父亲经常说 学医也不要为了自己家人 都要往开来看 就是帮助他人 帮助村子里的人 还要服务更多的人 这些人都参与不去 千万年来 正是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 夏寨村延延至今 人丁兴旺 人们始终把书才重义 当作为人处事的行为规范 处处为他人着想 形成了夏寨村的道德基础 天下这些事情 虽千道亦万 就是一个义利关系问题 怎么看待义 怎么看待利益 这义呢 它是为公的 不是为自己的 一定是这样 为他人的 如果我们每个人 都能把一个公家的利益 公众的利益 放在高于个人的私利 那么我们这个集体 它才是一个稳固的 甚至当我们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遭遇外敌入侵 甚至灾难的时候 那么我们才有可能生存下来 在夏寨村人看来 先祖的训诫 既是教会和传统 也是生活的智慧和经验 即使有外人迁居而来 依然能够获得 相邻热诚地接纳和帮助 今年六十岁的温金城 在村子周围的山上 已经种了三十多年的树 几百亩的山地上 长满了近万棵树 整直夏季 树木茂盛 郁郁葱葱 到他这里 已经是家里第三代种树的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为了躲避饥荒 温金城的爷爷带着家人 从四川成都一路逃难 到了酒寨沟附近 路过夏寨村的时候 村民见这家人 穷困潦倒便收留了他们 在这里 宝珠修房子 宝珠给点吃点 心里很高兴 就在这里了 夏寨村里 蔬菜重益的传统 让这个颠沛流离的家庭 有了依靠 村民为他们一家 他筹集了钱款 帮忙盖起了一间房屋 开啃出新的田地 此后温金城一家人 把夏寨村当作了自己的故乡 安心居住了下来 那时候由于夏寨村地处沟谷地带 每当雨季来临的时候 容易发生泥石流 温金城的爷爷就自己摸索 在村子里和周围山坡上种植树木 种了渴桃树 渴桑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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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渴桑树有荡树的 渴桑树法式快点 他根子长开 他那个泥石流去荡 他在这边一定把这树树树 封筋也好 村子也保护好 在爷爷的教导下 温金城一家 把种树看成最重要的事 几十年来 他们一家在村庄和周边的 几百亩山坡上种满了树木 这些松树 这些都是我们栽的 栽培门 现在不栽栽了 栽压不下来了 下这个栽全部栽子以下都自栽得起了 它的栽就不掉下来了 平日里 忙完了山上的活 温金城会赶到附近的工地上去打工 一天下来 他能挣到一百二十元 这一份工作是他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每年购买树苗需要一万多元 尽管种树的开销要花掉他大半年的工资 但是他仍然坚守着祖辈种树的心愿 从没放弃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有不少外来的商人到夏寨村里收购树木 那时候一棵树就能卖到好几千元 要买的话十十万 来个人是不能买 不能买 最下来就保护水土 保护城市 在那个年代 几十万元可是一笔不小的树木 尽管温金城知道 卖掉一些树木后 就能在县城里买上一套房 拥有更为便利的生活 然而 父亲的教导 以及村里蔬菜重益的传统 让他在价格最高的时候 也没卖过一棵树 如今 茁壮成长的树木 保护了夏寨村 不再遭受泥石流灾害 这些树木来之不易 忽悠着村庄 村民都十分爱惜 随着酒寨沟旅游的 时序升温 村民们还在自家院里 种上了各种果树和蔬菜 夏寨村 优美的环境 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参观 当年防止泥石流的树木 现在成为最美的风景 有给老婆 没得整的果果子 没钱 没得钱 娃娃跟没得吃的 娃娃够心嘛 自书买糖 管事 就是老人 这个我们爷们 整书整的好了 娃娃看到一样 这种塞灯人传达了 这种 娃娃够心 这种家里的 家里的 家后 什么辣子不来 午后 村民们在院子里摆放上桌椅 迎接游客的到来 一首传承了千年的南平曲子 回荡在庭院之中 琴声清脆 歌声婉转 夏寨村人传承了先祖的智慧和美德 把一个义字融入在生活之中 融入在后人的血脉里 这让古谱 幽静的夏寨村 真诚可亲 友善祥和 我 与你 越来越近 眼神 却更加迷离 眼神 却更加迷离 触到了 你的心跳 却走不及你的 心里 多少故事 多少传奇 谁为我打开 记忆 多少生命 多少美丽 多少美丽 画你 谁能 与我画比 多少遥远 多少幻语 多少惑的速度 多少可风 多少惑玉 我和你星星相惜 总有千年恒的万语 爱你我怕心意送去 感谢观看